据日本广播协会1月30日消息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30日起访问日本 逗留期间将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 双方将商议就应对核武冲突强化合作相关议题 报道称关于此次访问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 为了解决跨地区的各种问题和安全保障上的重要问题 在秘书长访日以后将继续采取措施 该官员称 希望未来加强日本与北约之间的关系 访治之前斯托尔滕贝格刚对韩国进行了访问 29日斯托尔滕贝格在推特上称 长期以来北约同韩国一直紧密相连 如今我们的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关联 据路透社29日报道 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韩联社采访时称 虽然北约将继续以欧洲和北美为重点 但其成员受到全球各地问题的影响 他声称我们需要应对这些全球威胁和挑战 包括来自中国的挑战 当然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与该地区的伙伴更密切的合作 为跟随美国的印太战略 北约近年来重新加强了与亚太伙伴的合作 早在2022年6月韩国政府曾以总统引西越出席北约峰会为契机 提出在韩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内设立驻北约代表处的计划 并于2022年11月22日实际投入运行 此举意味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四个伙伴国将全部拥有各自的代表处 同时岸田文雄也首次以日本首相身份出席了此次峰会 在峰会通过的一份名为战略构想的文件中 北约声称印太地区局势的发展可能直接影响到北大西洋的安全 还称印太地区对北约至关重要 而对于西方建立亚太版北约的企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时就曾提醒 北约独自公开表示 北约作为区域性联盟的定位没有变化 不寻求地理突破 亚太地区不是北大西洋地理范畴 也不需要建立亚太版北约 我们看到的确实近年来北约不断强化同亚太国家联系 到底北约意欲何为 国际社会特别是亚太地区国家应保持高度警惕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指出 美国正在试图通过将亚太地区军事化来扩大北约的势力 他说数十年来亚太地区一直围绕东盟的倡议发展 形成了一个包容开放平等的安全与合作框架 但现在美国及其盟友和北约正在推行所谓印太战略 这种战略并非对所有人开放 与东盟周围的包容性结构相竞争 其使该地区军事化的目标明显是要遏制中国和俄罗斯